孙安佐枪生恐攻!狄鹰要狄梅进口都不要讲! 狄鹰和孙鹏的18岁独子孙安佐在妹涉嫌恐攻,夫妻两人上月30日赴美就此,至今已半个月。 狄鹰的二子狄梅昨,12日,对媒体表示希望给他们一点空间,也透露狄鹰还反过安慰狄梅要照顾好自己,不要担心,还提醒他什么都不要讲,怕买被骂,狄梅更也说他们都有LINE联络,怕一讲电话就会哭出来,狄梅这段时间也报受10公斤。 狄鹰曾表示,孙安佐今年5月结束高中学业就返台,8月将进入百大营校的犯罪学系报告,但左右最新消息指出孙安佐除了被控恐吓,还被加控持有犯罪工具。 据苹果日报报道,是发前五天才申请到的天浦大学犯罪学系查不到他的名字,已被取消入学资格。 至于案情发展,狄梅则说要等开庭后才能厘清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